大家好,欢迎收看本期的娱乐新播报,电视剧《湘密沉沉浸如霜》自开播以来,赢得了众吃瓜网友的追捧。 剧中杨子扮演的锦妮和邓伦扮演的适奉感情,真是一波三折,灭到甘疼。 当然剧中的男二号夜神润玉,罗云熙也吸引了大批粉丝,这个角色完全让人恨不起来啊。 润玉从第一次见紧密,杨子就对她有所倾心了,只是自己从小的经历导致黑化了,而作为新生大演员罗云熙,微博也经常和网友互动。 润玉罗云熙发文晒照说,对不起,我真的不知道今晚就演到大龙放母,上一条笑够了可以接着哭了,看来小哥哥也入戏太深了。 作为援助党的小编心也好痛,还不容易和母亲相认了,母亲却又被天后弄死了。 小编,看着罗云熙,眼神真的很到位,无奈,后悔,仇恨,展现得很好。 润玉不怨恨母亲六十对自己的折磨,却害怕母亲不与自己相认。 网友给润玉罗云熙,留言,你已经打扰到我的情绪了,罗云熙,要不你再看一遍睡前操缓解一下。 这句话回复更是让网友哭笑不得,网友A留言,本来哭得一塌糊涂,一段睡前操搞得哭笑不得了。 今天晚上感觉自己精神错乱了,小鱼先管罗云熙真是太机智了,睡前操的梗你是咋想到的,这脑回路小编自愧不如,凤凰邓伦可谓神补刀,留言,赶紧黑化我想看,天后怎么死的,虽然天后真的可恶,纷纷,中足腰差不多和尔晴是一个等级,可凤娃这可是亲妈啊,还公然皮图秀恩爱。 我的小润玉由我来守护,杨子赶快围观,你俩这么甜,不是情敌吗?让我这个小葡萄情何以堪啊,夜神润玉与凤凰谁最爱紧密? 小说与电视剧的对比凤凰,邓伦可以说是万千宠爱长大,可润玉罗云熙,那母神被天后所杀,父神又是个超级渣男,天后又一心想除掉他,在天庭不受重视。 好不容易喜欢一个人,又是凤凰的,他唯一被诟病也不能认同的,就是明明爱紧密,却利用紧密为了复仇夺避不择手段,三番五次对凤凰痛下杀招。 虽然天后和他父神对不起他,可凤凰却是对他好的,有人会说凤凰和紧密双修了也对不起他,可凭什么允许润玉用手段,让紧密和他结婚,就不能凤凰和紧密在一起。 这份爱,从一开始润玉就输了,一个为了爱付出全部,一个从开始就在算计。 不过小编看了小说,那些,说润玉罗云熙是续凤邓伦和紧密杨子逼的黑话的,绝对没看过小说他和润玉一开始就是反派。 他利用水神对紧密的爱,和紧密的不懂爱,让水神把紧密嫁给他。 因为紧密不懂爱,他就故意套紧密的话,然后又故意让水神听见,让水神误以为紧密喜欢的是润玉。 之后水神的死,续凤的死和所有的乌龙,都是润玉一手策划的。 润玉一开始只是利用紧密,并不爱他,哪怕是水神要把紧密嫁给他的时候也大多是利用,可是他没想过他会爱上紧密。 所以他隐瞒了一切,又策划了一切,骗紧密杀了续凤,登上天地之位,又能取了紧密。 而电视剧则更加偏向于润玉对紧密就一见钟情,只是后来种种的无奈和不公非话了。 小编说实话,大家心疼润玉罗云西,大多是因为他好看,续凤和紧密之间的暗示很纯的,因为就像别人所说的,续凤什么都不缺我。 就只差爱情了,而润玉不同,他什么都没有,所以他只能自己争取。 但是,紧密从来都不爱润玉。 续凤也不是霸道总裁小说里的难易渣男,他没伤害过紧密,他给紧密的从来都只有爱,而紧密受到的伤害则是拜那个威润如玉的润玉所赐。 即使到了最后,他也只认为是自己错过了,他愧疚了,但是他不后悔,因为与紧密比起来,天地之位显然更重要。 但是这是人之常情,但是,他得不到紧密也是必然的,主要原因,还是紧密不爱他,可怜之人必有可怜之处。 润玉极可恨又可怜,续凤可以轻易拥有的他,却要自己努力获得。 大家不要把润玉的黑话推给续凤和紧密,他们两个也只是润玉策划的局中的意外而已,润玉看着温柔,其实是个附黑,就像披着羊皮的狼。 我觉得香蜜这部剧的主角简直就是润玉罗芸汐,他的身世最完整,牵扯最多,导演也对他十分厚爱,镜头,服装,故事线都是极完整集,近期立刻画的,他的转变才使得整个剧情的波澜壮阔,回味无穷。 我觉得润玉是编剧与导演都倾注了最大的同情与爱的角色,甚至多于主角,也希望润玉罗芸汐,往后的剧情中清聂灵修ZP,有个好的结局。